大家好,我是薩克舅周博士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肌肤看起来晶莹地透,很亮白 所以我们会使用美白商品 但是我们在使用美白保养品之外呢 首先你必须要先做好防晒以及保湿 当你的皮肤保水度升高了 当你的皮肤代谢好 相信你使用美白保养品,效果一定更好 美白保养品里面的美白成分有很多种 周博士首先推荐的是残明酸 残明酸是比较温和的一个美白成分 它不但能够抑制黑色素的产生 也能够促进黑色素的代谢 你只要持续使用一到三个月 相信它能够有效地淡化你的斑点 让你的肤色亮白 让你看起来有好气色 从医学里面去找到美容的一些元素 是现在最流行的趋势 残明酸就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个例子 在残明酸本身都是用在美容中美白的点滴注射 因为残明酸本身它具有很好的黑色素分解能力 并可以有效阻断黑色素 为现在医学美容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事实上从科学文献去探讨 残明酸的退黑以及除斑的功效 是左旋回它密吸的数十倍 也是果酸的数倍之多 那最重要的是残明酸不像左旋锡 或是像这些雄果蔬或是果酸 坏敷完很容易反而容易变黑 残明酸它本身不具有光明性 不怕晒太阳反而会变黑 当然这个所有的美白都一样 做完美白还是要适度的防晒 因此美白保養品 残明酸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我们不建议您太快速的美白 应该要持续性的进行 才比较适当 根据经验需要三到六个月 才会达到较好的美白效果 持续的使用残明酸 能够有效的让黑色素分解 也会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能够有效的集中换白我们的肌肤 但是不要忘记 美白是架构在皮肤 拥有充分的水分的状况之下 这个美白成分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周博士再次的强调 如果你的肌肤需要美白 你希望有亮白的肌肤 你还是要多喝水 多让你的肌肤充满水分 那样子的话 你的肌肤看起来才会真正的美白 选择温和适当的保养品 并且让皮肤保持充盈的水分 持续的进行才是代谢黑色素最好的方法